9月26日,香港地产界发生大震动,四大家族之一的新世界换了掌舵人。 44岁的郑志刚宣布辞去集团行政总裁一职,同时辞去三家子公司的职务。 郑志刚辞举无意义,完全离开了权力中心,而他亲手成立的K11则仍有他掌管。 他发声表示自己接下来会一心从事社会公职,为香港和祖国发展发挥更大的贡献。 这句话似乎暗示将弃商从政。 据了解,新世界由郑玉彤创立,去世后由长子郑嘉纯接班,郑嘉纯在2017年中风后,又把权力交给郑家长孙郑志刚打理。 据2024年福布斯富豪榜报告,郑嘉纯家族资产约221亿美元,折合1549亿人民币,在香港仅次于李嘉诚和李赵基。 那么,是什么原因让44岁的郑志刚放弃对1549亿财产的掌控呢? 据多家港媒报道,新世界的负债比已高达55%,仅24年上半年,股东就亏了191到200亿。 郑志刚接班时,新世界的股价约40元,目前仅6.48元,市值从926亿跌至206亿,足足蒸发了720亿。 这些惨淡的数据,成为郑志刚辞职的主要原因。 事实上,郑志刚过去一直备受青睐,他是第一个在内地开通短视频账号的四大家族后代,一口胡子,一杯咖啡,成为郑志刚的标配,随和的形象,大受欢迎。 在良好形象的基础上,郑志刚的学历一无可挑剔,毕业于哈佛大学,又在萨凡奈艺术与设计学院拿到博士学位,从2008年进入商圈至今,一路高歌猛进, 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球40位40岁以下商界精英之一。 2017年,郑家二代掌门人郑家纯突然中风,当时37岁的长子郑志刚火速接班稳住局面,在父亲的支持下大刀阔斧投资房产,起初收获颇丰,但随着疫情及房产神话陨落,郑志刚创造了新世界近20年来首次亏损的历史,最终遗憾出局。 77岁的郑家纯和妻子育有四个子女,长子郑志刚,长女郑志文,次子郑志明,三子郑志亮,另外还和情人王颖玉生下两个私生子。 大家都以为郑志刚出局后,余下的子女会成为接班人,但郑家纯亲自点将,接班人是61岁的集团高管马绍翔。 马绍翔是优秀的工程师,曾担任香港发展局局长,卸任后加入集团子公司新创建,一年后成为公司首席执行官, 今年回到总部任职,没想到仅九个月就成为一把手。 对于郑志刚辞职一事,郑家纯表示尊重他的选择,而次子郑志明则成为焦点人物。 他接受采访碧谈哥哥,称家里很和睦,大家不时聚会,会相互交流和分享。 记者多次追问他对郑志刚辞职的看法,郑志明却只谈父亲。 他说自己与父亲的沟通没有变,随时都可以聊,只父亲绝对公正,对事不对人。 还曾说过如果我做得不好,坏人都很正常,称自己对不同业务感兴趣,只要能帮到公司。 至于被问到会否打理其他公司,他回答没得自己聘自己,我也是打工。 据悉,42岁的郑志明为人低调,他的学历同样很出色,如今郑志刚突然出局, 掌管新创建的次子郑志明及掌管周大福的三子郑志明,成为候选人。 早在去年,郑嘉纯就表示接班人仍在观察,似乎藏着弦外之音。 在这个全球金融市场风起云涌的时代,几乎每个商业决策都能引起一阵涟漪。 尤其是当一位身价千亿的阔哨突然宣布辞职时,那可真是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,激起千层浪。 2024年9月26日,香港,新世界集团的行政总裁郑志刚光荣出局,这不仅让整个商界未知一阵,更是让人们纷纷猜测,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。 郑志刚,宁门之后,新世界创始人郑玉彤的嫡长孙,受过哈佛的薰陶,还拥有萨法纳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博士学位。 可以说,人生的起跑线就已经遥遥领先。 谁也没有想到,在接管家族企业的几年后,他竟选择了辞职。 你问他为什么?话说得简单,压力山大。 2017年,郑玉彤去世,郑家纯中风,家族的重担几乎全落在了郑志刚的肩上。 面对全球疫情的冲击,房地产市场的动荡,新世界集团的负债比飙升至55%,市值缩水,股东们心急如焚,这样的状况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。 他可能想,不如放手一搏,让专业的管理者来接管。 随着郑志刚的辞职,郑家纯果断任命马绍翔为新任掌舵人,居然没选择自己儿子。 外界对此众说纷纭,甚至有人调侃,难道新世界集团是换了个总裁,家族关系却依然稳固。 看似天翻地覆,实则大家庭中的和谐与团结依然是最重要的。 毕竟,家族企业不仅要赚钱,更要有家族的情谊。 郑志明,作为次子,在这一时刻选择了低调应对,媒体面前总是显得淡定自若,仿佛在说, 咱家和谐团结就是力量,外界的猜测我们不怕。 这种态度,不仅让人感受到正式家族的稳定,更是让人们对接下来的发展充满期待。 新世界集团的未来并不确定,但正式家族的智慧与决策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。 郑志明对父亲的权利支持,彰显出家族内的团结。 郑家一直以来倡导的价值观,在这个关键时刻显得尤为珍贵。 当然,接下来的挑战可不是轻松的事。 正式家族需要在商业利益与家族和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 如何在推动公司持续成长的同时,维护家族的和谐,想必会是他们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。 在这场辞职风波中,社交媒体可谓热闹非凡。 许多网友在平台上表达自己的看法,甚至有人开始揣测郑志刚的动机。 有人认为它是为了家族利益,也有人说它是为了自我解脱。 可不管大家怎么说,郑志刚的辞职都让人对未来充满了好奇。 有人甚至戏谑道,郑志刚也算是开了一条新路,干脆在商场上带个辞职包。 这其实反映了公众对家族企业的深层思考,是责任还是个人追求,二者之间是否真的可以并存。 新世界集团的未来,充满了变数和可能性。 马绍翔的接任是否能带来新的活力? 郑志明又将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找自己的定位? 一切都在等待时间的考验。 个人认为,郑志刚的辞职不是结束,而是新的开始。 对于一个家族企业而言,只有经历风雨,才能迎来彩虹。 新世界集团要想继续发光发热,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,勇于创新。 或许,马绍翔的领导风格将会为这个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注入新的血液。 郑志刚的辞职,以及郑家纯对马绍翔的信任,不仅仅是一次领导权的转移, 更是一次家族价值观的实践。 在未来的发展中,郑志家族需要面对的挑战,将不仅仅是商业层面的困境, 更多的是如何在家族利益与公司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和谐的解决方案。 正如网友所说,人生如戏,商场如战场,关键时刻的选择往往能决定一切。 而郑志家族的未来与新世界集团的发展,势必会继续吸引外界的目光与讨论。 这一切都在等待着新的篇章,等待正式家族如何谱写这场家族与商业的双重考验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